大家好,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谈谈这波行情 有一首打油诗概括了现在股市所有的情况 去年的股市是一顿炒作猛如虎,涨跌全靠特朗普 今年的股市是天天操作猛如虎,涨跌全看美联储 现在所有的市场分析,财务分析,似乎都没有用 美联储就是一个最大的老签 无论你抛售多少,业绩有多糟糕 它可以无限制的买入买入再买入,包括垃圾债 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美国的国家信用早晚有耗光的一天 连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出来,政治家肯定更清楚 但是我们又遇上了一个疯狂的总统,他完全不care 只在乎自己的政治生涯,至于之后如何偿还这笔债务 或者如何偿还利息,都是下一个总统 或者是下一代子民去考虑的问题 好了,吐槽到这里,下面进入正题分析 美股目前就是一个老庄股到了出货的阶段 庄稼的问题是手里筹码太大 找不到充分的对手盘顺利出货 所以还要上下折腾 下周横盘整理的几率较大 美联储考虑的是,宁愿让资本家套钱 也不能让股市崩盘 套取的钱总在市场流通 以后有的是办法拿回来 或者像比尔盖茨、巴菲特那样捐出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股市崩盘了,就是千百万家庭的灾难 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美联储又出了一个大招 给市场提供2.3万亿美元的贷款 主要也是为了帮扶中小企业 给美国地方政府减小压力 让这些小企业可以有资金过桥 可以短期继续给员工发薪水 不至于让失业率进一步上升 这一举措,瞬间推升了银行的股价 几大银行股的涨幅都在8%以上 但昨天美国股市的整体涨幅其实并不大 三大股指只涨了1%左右 可见天天的食权大补完吃着 也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时候 光靠拿药顶着终究不是个事 早晚有药禁过了的时候 要小心美股的第二次回落 我们一直认为 美股的下跌绝不可能就一波 后面肯定还有预期逆转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过去三周 美国每一周的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 都是超预期的 三周累计已经超过了1500万人 这个人数已经远超10年前金融危机的水平 当然有疫情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类比 毕竟现在是全国紧急状态 但是这种失业人数的暴增 一定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 关键是现在你还看不到美国控制疫情的尽头 疫情进入高峰 失业也进入高峰 光凭借美联储支撑美国市场 一定是不现实的 现在之所以美国股市能涨 就是因为大家情绪中的毛不一样 现在想的都是治病救人 政府救世 只要那边有点举措 这边就会有反应 但是他一定遵循编辑效应递减规律 慢慢的心中的毛就会改变 等开始进入常态 盘点损失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问题有多大 所以我们总说识别市场情绪 才是我们投资最重要的功课 重要的不是政策 也不是业绩 重要的是其他人都怎么想 想的太美就一定会失望 反过来情绪太悲观 就一定会有意外惊喜 市场总在失望与希望中间不断波动 你要想投资赚到钱 就要比别人早想一步 然后提前行动 仅此而已 所以没事多问自己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怎么想 未来大家又会怎么想 当然情绪未必每时每刻都能识别 但是只要你能识别出几个关键点 就足够我们赚钱了 市场情绪也预示着美国市场处于较低的低点 这是因为通常的模式是 熊市的最终底部将伴随着彻底的悲观和绝望 这不是我们在过去几周看到的情况 事实上现在乐观的情绪占了上风 换句话说 当熊市最终触底时 你甚至不太可能确定这只熊是否已经咽气了 在那个时候你更有可能完全放弃股市 现在任何反弹尝试都不过是一个熊市陷阱 目的是吸引容易上当受骗的多头 下周看点 4月13日周一 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股市因复活节假日休市 4月14日周二 美国公布3月净出口物价指数 德州石油监管部门就减厂问题召开会议 富国银行、摩根大通、强生等将发布财报 4月15日周三 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视频会议 法国、意大利公布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加拿大公布利率决议 美国公布3月零售销售月率、城污销售、工业产出等数据 IEA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 美银、高盛、花旗、联合健康等将发布财报 4月16日周四 美联储公布经济状况贺皮书 欧元区公布2月工业产出月率 美国公布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3月新屋开工、营件许可 4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等数据 OPEC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 美股、亚胚等将公布财报 4月17日周五 欧元区公布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美国公布3月资商会领先指标等数据 美股四轮贝蟹等将发布财报 虽然指数方面美联储可以通过不断买入进行维持 但是各股方面差异化还是会非常大的 所以这里再次提醒 这次的财报大家要格外谨慎和留审 短线作战不要恋战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交流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节日愉快